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王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个渤海国 也就是唐朝最先进的蜀国 在高沟黎灭亡之后 东北亚地区各大势力重新起牌 渤海国崛起 在安史之乱发生后 唐朝也就不可避免的就衰落下去了 而渤海国却拥有了海东圣国的美誉 但随着唐朝的灭亡 这个东亚国际秩序随之瓦解 渤海国也就极其快速的陨落 所以我们说这个渤海国 可以说是唐所维持的东亚秩序中 最大的得力者 那究竟这个渤海国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就接着往下看 公元666年 高沟黎实权人物渊葛苏文去世 渊葛苏文也叫全葛苏文 权势一族世代专权 到了葛苏文这个权力进一步的扩大 甚至取代了王权 渊葛苏文就自立为莫黎之 兼长军权和政务 号令君臣威震四方 全男生是葛苏文着力培养的继承者 据说这个小时候就聪慧敦厚 勤学好问 23岁的时候就进入高沟驴的核心政治圈 于是这个葛苏文死后全男生既任莫黎之 只是外力未至内变自毁 兄弟你强家国难安 全男生儿子献中被杀 自己也被全男剑和全男产两个弟弟追杀 不得已就离境投奔了大唐 请大唐赶紧出兵相救 这个唐高宗听到这消息就高兴坏了 立刻表示放心放心 一定帮你教训教训你那不公的弟弟 于是唐高宗就任命全男生为辽东大都督 兼平壤道安抚史 又封玄徒郡公 他儿子献成就被败为了右卫将军 挥师辽东 渊葛苏文他儿子名字虽然不怎么样 但是他孙子名字写得到挺狠 这个高沟黎东部重镇 纷纷现成归附 全男剑在辽东的势力直接就瓦解 667年的时候 唐军就全面进攻高沟黎 在全男生的辅佐下 我军禁止敌军的军事部署 军事实力以及等等的情况 连刻高沟黎十六成直指平壤 668年春夏 各路唐军也就为平壤粤鱼了 这个高沟黎王就派全男产 率领98人出降 全男剑则继续闭门拒守 又经这个全男生策反 9月12号 高沟黎僧人信城打开了城门 唐军冲进城中 升勤了全男剑 彻底平定高沟黎 而辽东这块地 则归唐安东都护府管辖 立国几百年的高沟黎政权 就此灭亡 而更多势力也即将登上 东北亚的舞台 高沟黎灭亡后 为了防止其政权复辟 其高层和部分平民 老王在那期高沟黎飞高丽那期也说了 他部分平民被迁到了江淮 剩余的高沟黎移民和临近契丹 墨河西等少数民族 则被强制迁移到 这个辽河西岸的盈州 而接下来的洗牌也正是开始于一场叛乱 辽东移民内迁至盈州 也就使得盈州这里的汉、契丹、西、墨河 再加上部分高沟黎移民 多民族混居 情势非常的复杂 但是盈州也就是今辽宁的朝阳 都督赵文慧却施政无道 契丹于唐太宗时期内附被赐理性 但依然被当作是奴仆来看待 公元696年 契丹发生了饥荒 但是赵文慧他拒绝阵绩灾民 而这场饥荒也就成了契丹叛乱的导火索 契丹首领李进忠、联合西人、墨河人等起兵叛州 此时正是武则天的时期 杀死了赵文慧 而契丹叛乱的消息传到洛阳 武皇就下令发兵去评判 将叛军首领李进忠的名字改为李进灭 孙万荣改为孙万斩 以示痛恨 辽东极乱 契丹主题 只是在洛阳的情报上 占据几行描述的墨河人 也就是渤海人的前身 趁机闷声发大财 他们先是进攻安东独虎府所在的地新城 九宫不下后 转攻为辽东城 但是又被倚少胜多 不过墨河还是威胁着周在辽东的同志 此时辽西走廊被契丹叛军所占领 武州的援军便只能是从山东登州海陆出发 援军抵达辽东后 连败墨河叛军 墨河人带着部分高购率移民 继续向辽东东部逃寸 但是援军后勤艰难 于是只能是任凭墨河人凭借地利与唐军展开周旋 一年多后 契丹首领李敬忠病死 同盟西人反水 名将孙万荣兵败自杀 李凯固投降武州 剩余的契丹人败走突厥 墨河人就眼看大势已去 便在首领启斯比宇 与这个启喜仲相的带领下 横渡辽水 继续向东奔去 对于墨河人 武则天则是没有像对契丹那样非灭不可 先是对他们进行了招服 启斯比宇和启喜仲相 分别被分为许国公和镇国公 并被赦免参与判乱的罪行 但是启斯比宇觉得是在框自己 明确表示拒绝 武则天于是大怒就命令契丹降 李凯固等追击 在追击中 启斯比宇溃败 启喜仲相并步 残部由启喜仲相儿子带领继续东奔 最后狼狈地逃到了天门岭这个地方 墨河人一直到这里都表现得非常的差强人意 但是在天门岭 墨河人却要雄起了 座容自知实力不敌 便一面地去抵抗唐军 一面便向山中撤退 诱敌深入 那李凯固果然就轻敌了 长驱直入 遭到了伏击 战败而归 这一战史书记载是 李凯固仅已身还 而这一战后 突厥 莫绰可汗 于武州帆墓 攻入河北 契丹与西又依附于突厥 更是断了中原 进入辽东的通道 契丹 真是墨河人的好朋友 那这一战 也可谓是 渤海国的立国之战 墨河人赢得了喘息之急 但是成功摆脱 唐军追击后的墨河人 也是残兵败将 并且是多部混杂 他们需要一个强力的首领 猛男天将 公元698年 第一届酋长代表大会 在吉林东沐山召开 会上 作荣就凭借天文岭一战 毫无疑问的当选为盟主 在史书上 对这个联盟老大 有一个专有的称呼 叫做大墨佛 在满族的语言里 这是爷爷长辈的意思 因为大墨佛的称号 这个作荣就变成了大作荣 这个联盟可算是渤海国的前身 大作荣还继承其父的称号 自号镇国 这一点 大家也都能看出来 就有点是向唐来讨好 炒称臣的意思 那经过这一番洗牌 东北的突厥 然后还有这个契丹 也就势大了 安东都护府 孤悬东北 三面还敌 而镇国也没有好到哪去 他们的人口 大约也只有十万户 西面却是强大的突厥和齐丹 南面是唐朝和新罗 北面是以强悍著称的黑水墨河 那墨河其实也分好多职 就比如说这个 作荣是出自于 依附高沟离的白山墨河 而逃到辽东的墨河人 主体是利墨墨河 而黑水墨河将在几百年后 变身为大家熟知的女真 进攻中原 不过这时 他们还是暴躁的干犯人 并没有那种士族的欲望 墨河人也只有是东面 是无边的海洋 海对一样就是这个日本 建国后 墨河人主动联系突厥 加入到了突厥阵营 又趁着安东都护府 处境危机之际 就向唐来寻求策封 这个就是弱小者的生存法则 两不得罪就对了 公元705年 唐忠宗李显即位 就派出使者出使渤海国 大作荣为了缓和与唐朝的矛盾 就同意与唐修好 并派王子大门义到长安为治 713年 等到唐玄宗即位后 又派使者崔心出使渤海 而在至此出使中 唐玄宗册封封大作荣为 左宵位援外大将军 渤海郡王 自此 大作荣开始被称为渤海王 但这个时候 渤海还只是唐的一个机密政权 并不是一个国家 公元714年 唐玄宗开元二年 安东独护府迁离辽东 并正式册封座荣为渤海郡王 承认了渤海国的合法性 不过 渤海国安心当大唐的蜀国 还是在撞了回南墙之后 公元719年 大作荣去世 其长子大武艺结位 我们说到这个大武艺 他非常的雄心壮志 想要为渤海国来开疆拓土 他首先就先征服了 这个位于长白山一带的 福尼岳西等民族 接着就试图向北来扩张 但是黑水墨河在722年 便归附了唐朝了 那这个726年 唐玄宗就在黑水墨河所在的地区 设置黑水都督府 明显就是要限制你渤海扩展的意思 那即使如此 大武艺还是以私通唐朝 想要南北夹击渤海国的理由 就派出这个大武艺 征讨黑水墨河 这显然就意味着 我要想要和你这个唐朝对立 想要和你敌对 大武艺可是在唐朝做过质子的呀 大作荣去世后 回到了渤海国 那大武艺很嚣张 但是大武艺明白 他非常心里有处 他害怕唐朝 可是又不敢得罪哥哥 最后可怜的孩子 就跑回了唐朝来避难 要不说这个大武艺雄心壮志 大武艺对于弟弟的出逃 极为恼怒 于是他就在这个727年 大武艺与契丹和日本结盟 然后水陆并进攻击唐朝 杀死了登州刺史 大武艺无疑就以为 自己是在发动一场伟大的战争了 但实际上对于唐朝来说 这就是一个孩子大了 翅膀硬了 该教训一下的故事而已 唐玄宗让新罗 市委 黑水墨河 联合唐军 一起出兵 攻击渤海国 而面对联军 渤海的盟友全部瞬间消失 大武艺终于意识到了实力的差距 飞快的认错求和 唐玄宗下诏书赦免了大武艺 两国关系又重新和好 而这之后 渤海国再也没有挑战过唐朝 全心全意的学习起唐朝来 于是从这个方面 我们就也能看到 渤海文化制度完全是学习唐朝的 大漠佛们对内以皇帝自居 中央则设三省六部 完全一一对应 唐和渤海就是对应 门下省对应它的宣兆省 中书省对应中台省 上书省对应的是正唐省 中部 人部 义部 智部 礼部 信部 对应我们这个 利护礼兵 行功 基层则设议的这个周线 管理者被称为都督 次使和节度使 文化上 渤海国 派往唐朝的使者往来不断 还抄露了三国制 禁书等文化典籍 直到安史之乱发生后 才暂时断军 军队建设中 也是如出一辙 渤海国设有 左右神策军 左右三军 一百二十四 还实行辅兵制 连都城都学的唐朝 到了857年 渤海国的各种制度 与中原基本就无差 可以说是 欧亚大陆边缘的另一个大唐 同时作为唐朝最先进的蜀国 渤海人也常与文化交流 渤海人的足迹 最远到过中亚 萨玛尔汉 在王宫壁画中 画着带鸟语官的 来自渤海国的使者 而在渤海国境内 则发现了刻着 伊朗文字的铜镜 和波斯银币的防制品 还有大量利特商人的活动痕迹 渤海国还将带有 海陆两条丝绸之路 向东大大延伸 渤海国与日本也有贸易往来 日本潜唐使也常常惊死而过 此时的渤海国 北底黑龙江流域 东直大海 枯叶岛 西域契丹接壤 南至鸭鲁江 地方5000里 江域达到了极致 兵力几十万 各方前史交流 上日往来不断 称得上是海东胜国的美誉 但急胜之后 无疑便是衰落了 渤海国的崛起 与契丹人当年反抗五州政权 密不可分 而其灭亡也与契丹息息相关 可谓是成也契丹 败也契丹 长期以来 有这个唐来压制契丹 加上契丹 一直未能实现内部同意 渤海在唐构建的秩序中 安稳地发展 而随着唐朝灭亡 捆绑在契丹身上的枷缩解除 那契丹终于强势崛起了 你渤海也就不得不 直面来自契丹的压力 从公元907年开始 渤海不断地派人 向后梁后唐来求援 以期赢得中原王朝的支持 但是在中原混战中 后梁和后唐 也不过就是朝不保夕的割据政权 哪有余力来帮助你渤海 更不要说是重建东亚之兄 渤海人就为了防备契丹 曾经在西部重镇 浮渝镇 驻有重兵 那这个地方被契丹人占领后 改名为黄龙府 正是岳飞多次提到 直倒黄龙的地方 公元915年 契丹占领了渤海国的辽东半岛 渤海国失去了重要的人力和财富区 在渤海和契丹的斗争中 已经是完全居于烈身 渤海曾经也惜希望于日本 这个渤海末期 先后六次通使日本 可是日本又凭啥能渡海来源呢 太看得起他们了 不过渤海国史料也记载不多 渤海与日本通使的一些记录却显示 这时期许多初始日本的使者 到达日本后就不再返回了 日本还记载了渤海国多次贵族外逃事件 似乎是表示 渤海国的灭亡与国内内乱其实也离不开干系 孤立无援的渤海甚至就想到了新罗 希望联合新罗来对抗齐丹 咱先不管这个新罗他有没有搁置救援的兄弟 能不能从内乱中腾出手来帮助渤海 就问他你敢跟齐丹打吗 而最后新罗不仅他没有帮助渤海 还倒向了齐丹 出手帮助齐丹围攻渤海 公元926年 辽太祖耶律阿宝级宣布 渤海势仇未学 起义安住 向渤海国发动了全面进攻 从契丹围攻扶于扶起 至攻破上京 前后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圣级一时的海东圣国就彻底灭亡 历经十五王229年 但是渤海和契丹的恩怨没有就此结束 突然亡国的渤海人开始了无休无止的复国斗争 所谓东京诸州盗贼风起 渤海恨而群聚 契丹不能止 一些渤海遗族在牡丹江下游移东地区 就建立了定安国 顽强的抵抗着齐丹 这个政权一直到公元991年才被齐丹所灭 前后坚持了65年 渤海亡国一百多年后 渤海人的反抗仍在继续 王族后裔大延林 起兵建号兴辽 应数不叛变一年后失败 渤海人古裕 高永昌等不断的起义反辽 移动自称是渤海大皇帝 渤海遗族的起义一直持续到了辽国灭亡 公元1125年 由黑水墨河发展而来的女真人 在完颜阿古达的率领下 灭掉了雄聚中国北方二百余年的辽帝国 这其中多有渤海遗族的密切配合 渤海大族也频繁的与女真人结亲 成为了金帝国的贵族 金朝八位皇帝中有四位 汉林王 世宗 魏少王 宣宗的母亲都是渤海人 怎么说呢 渤海人最后还是赢了七单 现在渤海人早就已经不再以单独民族的面貌出现 融入多数北方民族包括朝鲜民族中 老王说到这儿也就不得不提到一件好玩的事了 在韩国有种说法是 渤海国也是他们的历史 阿域 新罗 南北对峙 理由是渤海国继承了高沟黎 同样有电视剧名字叫做大作荣 这里老王也就不想再多说了 毕竟高沟黎都跟他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渤海国再怎么样也自然是无法与他们搭上边 而黑龙江省宁安是渤海镇的渤海国上京城遗址 会向所有人展示这个曾经存在的我国东北政权的辉煌 好了 老王讲历史 我是认真的 你们的每一个三连都是对老王最大的支持 下期见